中共的这个 在台湾周边空域的活动的状况 这个礼拜比较新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你看通过巴斯海峡 现在中国大陆在这个是 这个是26号的 26号 这两条黑的是BCK洞洞无人机 可以看得出来 这条绿色的时候 轰六轰炸机也出来的 轰六轰炸机两架出来 到第一岛里出去了 外面的航机就不画了 就画到这个地方 出去了 这个地方 这个还也包括了这个运九 运九的这个电子干扰 电子侦察机也出去了 运九 这个也出去了 这空中管制嘛 可以看得出来 也包括了千十六 千十六是黄色的这个千十六 千一六也出去了 就到这个俄兰比 这俄兰比 在俄兰比的东南东方去了 也出去了 你看得出来 另外不要忘了 还有两架BZK洞洞武 BZK洞洞武 无人机 无人机以后 变成可以标定海上的这些目标 在什么经纬度 提供给战斗机 战斗机输入相关的参数 地点坐标 方位坐标 方格坐标 输入军具 对敌舰做攻击 这个就是出跨岛链攻击 很简单 跨岛链的攻防演练 这个既然是跨第一岛链 跨岛链的攻防演练 一定要派无人机 也派了运九的通信机 通信中继 为什么 所有出去的地面上的站 已经没办法跟它通连 太远了 只要超过350公里 就将近400公里 也没有办法通信联络 要通过人造卫星中继联络 所以经过运九 还有它的卫星的链路 把所有的空中的行情 传到中国大陆作战指挥中心 所以跨岛链的攻防演练 是说了 第二个 来验证卫星通信链路的功能 第三个 验证 有人机跟无人机 BGK洞洞5 这黑色的BGK洞洞5 黑色的BGK 提供方位坐标 模拟对海上的大型军舰 实施攻击 战斗机 不然打哪个目标 目标在哪里 京度纬度 在北纬多少度 东京多少度 告诉我 北纬多少度 几度几分几秒 告诉我 我马上输进去 一输进之后 它对的目标就去了 一到目标之后 火控雷达打开 它们这些 飞弹 火动雷达打开之后 对目标此次攻击 第三个 空中加油 不要忘了 还有个空中加油 空中加油 出去的战斗机 要空中加油 才能回来 无人机可以 无人机飞到36小时 最大可以飞到40个小时 像这个BGK洞洞5 可以飞到32个小时 没有问题 当然如果你经过挂弹 如果要挂弹的话 它挂武器装备 那就不会飞到 不会飞到36小时 没有办法 你就挂得越多 就飞得相对的短 因为它重 在这边 这是空中加油走廊 只要攻完完毕之后 从大陆内陆飞过来 飞出来 经过这个地方 一定要空中加油 才能回得去 因为航程太 就算挂了负油箱 也是不够 打完攻击完毕之后 要经过空中加油 才回来 不然一般的战斗机 是没有办法 这个可能都已经超过 700公里 我判断 700公里的话 700公里再加上作战 再加上它再弹 再加上航程 700公里的话 就要将近2000公里 以而都不是直线 你看飞机是没有直线的 没有叫直线飞 它要飞 也要避开航路 所以你看它的飞机 都是有弯弯曲曲的 你来回的话 2000公里 经过费油箱 还要经过空中加油 确保保险 万一它这个起降基地 天气突变 会有些状况 来落背降场 就没那么轻松 这个跨岛链攻防演练 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最近的事件 当然了 还包括军舰 通过台湾的花东外海 两艘通过石渊岛 还有云纳国岛 绕过来 然后绕过八重山越岛出去 这个图 这个图没有做标示了 它两艘军舰也是这样过来 然后绕过八重山越岛 钓鱼台在这个地方 然后钓鱼台越岛 八重山越岛出去 也是绕了日本南方的这些岛屿 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了 中共的山东舰 要回到山东青岛古镇口的母岗 要去修整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了 山东航母 它悬号17 你看这边 隐约看到这书写了妖拐 这边又写了17妖拐 辽宁号是16 山东号是妖拐17 福建舰的话是18 福建舰现在正在做海事 他们停了这个 这个千十五 看到千十五飞机 我现在跟大家看了 这个图是 看大家注意到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 你看它多黑 这就是轮胎 我们知道你到机场去 它跑道是黑的 我看这个颜色就知道 中共对山东号的 这个千十五战机的起降 非常的频繁 你看它黑的 你有时候在高速公路 或者马路上开车 你看到有坑洞的时候 你飞机汽车跳一下 地上黑的 为什么漏油 你有时候车子都会漏油 那这个滑油会漏 那你看看这个地方 它起降多频繁 你看它 你看它这个捕捉沟在这个地方 这捕捉沟是在这个地方 隐约也看 捕捉钢绳 钢锁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降落落来 这两条黑黑的就是它轮胎 就是它磨损 撞上去 起飞没有 你看起飞不用刹车 你看它起飞端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个飞机放在这边起飞 有没有黑黑 没有 这架飞机在这边待命 要准备起飞 有没有黑黑 没有 这是跑道的营长 这个引导线 你这跑道 这也是跑道的引导线 非常的清楚 这是落地的引导线 跑道这两个软单 这个地方是不落地的 大家看 这个地方是不落地的 你看它是画的这个引导线 在这条线是不落地的 这个没有这个黑的 起飞怎么会有黑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落地端 落地端越黑 表示起降越平凡 这一个我看得出来 山东号的航空母舰 前一阵子在台湾的花东外海 也到菲律宾海 到第一栏外面去做演练 它的频度蛮高的 真的要到山东古镇口去修整 等它修整完毕之后 它再出来的时候 大家特别要注意到 它这上面黑黑的不见 它上面黑黑的不见 为什么 就是修整把它怎么弄掉 刮除 它这是橡皮 大家坐上去的时候 飞机轮胎是橡皮 橡皮是不是黑的 黑的 这个地方 这个刮掉了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越黑越要整补了 起降太多了 它里面相当的设备 都要去做修整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这个山东号的航空母舰 通过台湾海峡 中线以西 贴大陆这一个 三艘军舰 旁边还有那个 飞弹护卫舰 那就是换句话说 它不是做演练 不是做演练 因为不然 不会有那么少的护卫舰 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话 也要综合油弹补给舰 还有飞弹驱入舰 飞弹护卫舰 有的对空对海 还有水下还有潜舰 当然台湾海峡比较窄 不适合航空母舰 战斗群做打仗 因为 对对舰的飞弹 还有空对舰的飞弹 那出来刚好打击 航空母舰变成饱和 被人饱和攻击了 航空母舰受不了 受不了 会不会摧毁 会这个状况 所以 航空母舰要在宽阔 大洋作战 不适合在海峡作战 海峡作战一般的 作战舰就可以 航空母舰宽阔的大洋 因为它为什么 它是移动的空军基地 它到哪 到最佳的战略位置 可以远离敌人 敌方炮火的武器的威胁 要这个样 所以不适合在海峡作战 适合大洋作战 那它 今天通过台湾海峡 用意在哪里 就是回去修整 通过台湾海峡 没有任何军事上的意义 只是回去做修整 我们大家可以看 有没有在台湾海峡 做起降的演练 没有 没有做起降演练 比较纯粹的 单纯通过 单单的也要知道 中共的动态 中共的这方面的 军事上的这些活动 能够了解中共军事活动 才知道 中共的这方面 两岸圆在上 以和平结 中共有武统跟和统 而武统不要了 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那合统 合统有很多方式 回到中华民国的宪法 我认为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选择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 这个礼拜 中共号的 山东号的航空母舰 通过台湾海峡 回去做修整 并没有任何的军事 跟政治上的意涵 如果说这样 它可以在台湾海峡 做起降 可以耀武扬威 对台湾做恫吓 甚至此时攻防演练 这是没有攻防演练 所以台湾海峡没有 有没有打兵力 在台湾海峡上空的 大鸡群出没 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话 只是单纯的 回去做修整 而且 这些 军事的装备 美国一阵子 都要修整 不然的话 会造成一些 安全上的顾虑 尤其这些钢索 万一出个差池 会造成 造成多少 我们可以知道 那三条拦截钢索 百分 拦截到第一条 拦截钢索 只有25 通常都是到第二条 给人家挂到 那第一条跟第二条 挂第一条的时候 只有25%而已 那挂到第二条跟第三条 第一第二第三条的 95% 你只要降落在100架次 有5架是挂不到的 有5架都要重备 平均 这是几率 这是概率 不是每一个降落 都是安全的 都是可以挂到 捕捉钢索 我们叫做捕捉钢 另外一个叫 捕捉钢索 钢索 那钢索很粗 比你的手背要粗 大概那么粗 我现在做的比 大概那么粗 我看过那钢索 那么粗 你想把它挂 把它弄断掉 没那么简单 它那么粗的钢索 我没有知道它里面钢索 一共多少根 我没有去叙数 那么大 那么粗 那么粗 大家知道 这是钢 所以你要把它勾断 没那么简单 那捕捉钢那个铁块 跟钢索我也看过 很重 那个是要整个 那个要复原的时候 现在可以申放 以前是有人工 好重 把它收上去 因为它是个异压 有阻尼器 有damper 它为了阻尼 它一旦掉下去 挂之后 它不会弹跳 它不会这样子跳 跳的话 刚好弹起来就过去了 它一挂住就挂住 它就钉在那边 为啥 它有阻尼器 帮你阻尼挂在那边 这种状态 它不会弹起来 我一弹起来完蛋 刚好我弹起来之后 你捕捉钢索能过去 所以很多 飞行的事情 很多很微妙的事情 很多没脚就对了 那个阻尼器 那捕捉钢索 我还特别去弹 哇好重哦 它让你不会 降落的时候 不会让你那么多弹跳 把它复原 不会让你 有一个 有个瓶子 有个茶子 平常时候 要把它插住 等到飞行的时候 把那个 我们叫安全销 把安全销拔出 不然它会掉下 又把它控制住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艘 这个三冬号 刚才讲到 你刚才看得到 我们要做个比较 做最后做个比较 这个时间要到了 快要结束了 这个就是说 三冬号的航空母舰 还没有很频繁训练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甲板 黑的地方不多 就这个区块 就这个区块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三条到四条 三冬号的航空母舰 四条捕捉钢索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大部分的 就挂到第二条 跟第三条 所以大家看到 第一条这个地方的地方 黑的不多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黑的不多 都是挂第二条 跟第三条 黑的地方比较多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还没有起降 起降那么频繁 黑的地方就是很少 大家这次修整的时候 飞完了的时候 大家知道 哇 这一团黑 要回去把这个刮了 要给它刮掉 不然的话会造成 已经变成抛光了 就是很滑 人在上面会滑 为什么 它已经变成磨平了 变成很光滑 光滑的时候 飞机反而不好 轮胎反而会 有时候会水漂了 打滑 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地方一定要刮掉 不刮掉以后会打滑 当然它靠捕捉过的减速 不用刹车减速 但是对飞机 它有时候打滑会偏 你只要有侧风 或者落地 左轮胎先落地 或右轮胎先落地的时候 会打滑 你知道吗 所以越光滑是越不好 这个地方有它一个出招面 不是那么简单 这四条捕捉过光绳 可以看得 这个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了 因为这张的下画数 跟解析度还蛮清楚 每一根距离13公尺 13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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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掉的角度12度 山东号是12度 辽宁号是14度 推力比较好 12度就可以了 是这样 小的话到4度 4度到4度 其他国家的 不是讲中共的航空母界 所以刚好这一张 可以做介绍 昨天也通过了 台湾海峡游南向北 回到整个它的基地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致满足 中天 出发 打设下转血 出发 这优优独莫 超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